過了羅河橋不喝過的萬婆湯 誰都不想走 海洋公園夏老衛又來了 今年的重點貴屋5D地獄不貴路 沿用上年的Cave 0.5 3D系統 不過3D投影器就由一部增加到兩部 分別裝在牆上和地上的大型屏幕 遊客只要戴上特製的3D眼鏡 就有餘置身在客人的歐尼根 浸血池等等的3D影像入面 海洋公園技術部方面加入了氣味上高 以及一些氣動 甚至一些水動的效果 令到整個驚嚇場面更加豐富 除了5D鬼屋之外 遊客亦都可以玩互動遊戲 遙線合力找到指定的物件 完成拼圖 才可以繼續在鬼屋探險 海洋公園亦嘗試把醫學技術融入在鬼屋裏面 利用眼球追蹤技術 只要用對眼瞄準目標 海洋公園就說 有信心今年可以吸引更多遊客入場 預計入場率會比上年增加一成至一成半 海洋公園夏老衛 將會在9月21至10月31日舉行 成人的票價和上年一樣 由224元去到550元不等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